民進黨的支持者對於吳秉瑞這樣的表現 這個就是兩個政黨的文化啦 吵架 比不要臉 打架 你都輸人家 怎麼弄啊 政治的現實啊 沒有一群戰將還真不行 要練功啦 因為你的對手是這一種 流氓了嘛 你就不容易 真的打敗民進黨啦 說實在啦 民進黨就像一群狼 好啦 因為你看我現在還發現說吳秉瑞耶 真的為什麼剛剛說他火爆浪子 他一路走來再立法 又是走無場的是不是 有圖有真相嘛 包括了在2020年7月的時候 當時這個民黨的立委吳秉瑞 和國民黨的立委魯明哲戶 而且在現場是真的打起來打很兇耶 然後我看到這個陳柏惟 當時在現場在拍錄影的時候 他還說 居然是他跟蔣萬安兩個人去勸架 大家不要打不要打打得很兇 好 那在6月 2020年6月29號 剛剛這個柴薇特別提到的 洪孟凱你看 非常慘 被這個吳秉瑞直接勒脖子 而且吳秉瑞還說成熟 這三個夾住 是不是 那可是吳秉瑞還說你成熟一點啦 拉扯的過程要承受 那兩個 你之前也是這樣 我剛剛這個寄給他的表妹說 這一個遭遇之後回家有沒有敗屍練功啊 你記得陳彥瑞喔 是啊 這個 他這個真的是被三個人圍著 你看那個審判會還抓了手 臉很表情痛苦啊 他是真的惹他 他打完洪孟凱喔 他們出來還要酸一下說人家怎麼樣嗎 不禁打 對 還要出來酸一下人家不禁打 所以要練功啦 因為你的對手是這一種 可是洪孟凱有在練功啊 有在健身嗎 有啦 我覺得好像 有啊 他有在健身啊 他應該這個事情受到刺激 不過那個 因為這次新科的比較多啦 孟凱是第二屆啦 所以這個 這次新進來的壯丁 國民黨多很多啦 那反而 民進黨有一些壯丁沒當選嘛 對 所以現在如果兩邊對陣 其實 可能 民進黨這邊老弱婦孺居多 所以這個 這國民黨 這個國民黨也是 要考慮自己就是 這國民黨的支持者不喜歡這樣 對 我講白了啦 民進黨的支持者對於 吳秉瑞這樣的表現 所以他是表現給支持者看的 這個就是兩個政黨的文化啦 所以你在看嘛 就是follow我剛剛的邏輯嘛 吵架 比不要臉 打架 你都輸人家 怎麼弄啊 因為這個是政治的現實啊 所以你沒有一群戰將還真不行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有時候在看國民黨事實上 這個會期 你現在也過了一半啦 就是 我覺得還是看到個別優秀啦 可是沒有看到群的 群的戰法 你知道吧 就是群的 就你 這個坦白講 這個立法院真的是比較像打打籃球啦 是 就打足球啦 說錯啦 打踢足球啦 不是籃球啦 你個別扣籃 在籃球會贏啦 你一個人可以得分30分啦 足球很難喔 足球真的 比的就是 團隊 紀律 戰法 那個別有優秀的 沒有錯 比如說許小鑫 單看吳釗蟹 那個人表現很不錯 沒錯啦 可是這個時候 國民黨就應該五六個下來 就是 就是 輪打吳釗蟹 輪打到他道歉為止 就是要這樣 不然這個就是 就是比流氓了嘛 是喔 對不對 你後面有沒有人接力 你一定要還有人接力嘛 比如說許小鑫後面 看到這種畫面 這民進黨常這樣搞啊 因為黨團辦公室就會通知啊 誰還能夠來應援啊 來應援啊 何總釗也在那邊叫啊 說他咬死一下 開始吊 吊人啊 落人來 趙少帝 我真的是這樣 就是 民進黨有那個feel啦 柯建民就會說 落狼落狼落狼 那黨團就開始打電話 你在不在啊 趕快去登記發言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整個黨的 文化 那國民黨給我感覺就是 個別優秀玩 講完就走了 就給我這種感覺 所以 當你 因為這次復婚期去大陸 我也有這種feel啊 就國民進黨真的是 每一條線都是一致 從立委啦 電視啦 1450啦 到黨中央 到行政部門 通通都是一條線 那 復婚期 連立院黨團內部 搞不好還兩種意見 然後黨中央就不用說了 然後 電視台也是都是個別 有支持的有批評的就是這樣啊 這個就是 那這個當然你若從大政治來看就是 你就不容易真的打敗民進黨啦 說實在啦 那為什麼以前這個 這個2008年民進黨大敗的時候 他只有27席立委 那為什麼可以打到 讓國民黨覺得好像快要平手的樣子 那製民進黨只有27席啊 那是 立委減辦的第一次嘛 113席只有27席 可以搞到 國民黨的人覺得很累 其實這個就是兩個政黨的 不同啊 就是 民進黨就像一群狼啊 真的是 而且這個亮哥一直在講 國民黨沒有戰將 這次在立法院還有戰神 強哥羅志強 因為昨天我們看到 我們個別戰將有 個別戰將有 我現在是在講 團體戰 對 要有團體戰 委員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您有授權洋藥幫您投票嗎 我不是跟你說過我離開 你們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追新聞好不好 要顧及到人身安全啦 委員如果站著好好講 我們就不用這樣子跑了啦 那為什麼我就不願意講啊 那你自己講過啦 那你有沒有授權洋藥嘛 我就已經講過了 我不在場我怎麼授權 所以 所以是他自己主張 擅自主張幫你帶投票囉 我沒有說 我沒有 我不在場 我就已經說過了 那所以您這樣子 應該是不會被懲處吧 如果按照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不要不要不要 委員這幾天 那之前那個投錯票 是不小心投錯票嗎 因為國民黨都說 你是不是想要加入國民黨呢 為什麼最近心理這麼不好 郭建亮說 是不是因為新美市長不是您 要讓蘇小慧來選呢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包包啊 怎麼了 小慧你又怎麼了 小慧你怎麼了 沒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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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我包包包包包很貴啊 有申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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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那種包包很貴嗎 要說啦 那個投票的事情 剛剛葉源氏用影片還原說 好像是洋藥委員幫你去 不要擋我的路 不要擋我的路 我以後來那個調查 有其他新的進度嗎 不知道 我就離開了 我不在場啊 所以沒有交代說誰幫忙你投票 這樣子 有這樣的事嗎 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昨天那個 就是表決的時候 就是那個 國民黨的立委 葉源氏說你不在協議 幫我們在那邊講一下 這有什麼重要嗎 我就不在啊 第九題的時候我就不在 就這樣而已啊 對因為有人幫 好像有人幫你 打案投票 這我就不知道的啊 我就不知道啊 所以你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就不在嗎 第九題不在 第九題不在 所以會覺得國民黨 這樣子一直在講這些事情很不好 不會有什麼 他要講他就去講 欸你們不要這樣子喔 我跟你講人身安全你們也是要顧 你們為了做你們的工作 這樣子好嗎 這樣不好吧 所以委員你昨天有投票嗎 我就跟你講 第七題第八題我有投啊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